剛剛呢我們是用 引用別人的方法對不對 就是訂閱的或者是直接搜尋的 那我現在增加第二個任務 好我們來看看如果你想要自行建立的話 我們在OneNote裡面呢 它就有很多的所謂的什麼 單元的類型 這個單元類型 你可以是影片提議 可以是來自網頁上的資料 這個網頁上包括什麼 包括您的雲端硬碟也是喔 雲端硬碟也是網頁上的資料喔 再來檔案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交作業的部分 讓同學上傳作業 練習題剛剛大家有用過對不對 就是在這邊 練習題它比較特殊的 就是它可以不斷重複練習 不斷重複練習 一直到達到您指定的過關條件為止 那更多裡面還有像這個試卷的部分 也是前一段時間多出來的 還有我們的塗鴉題 像這樣 那我們先從影片裡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從這裡加的 絕對不是最快的方法 因為最快的方法 我剛剛一進來就有講的 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 但是呢 我們先用標準的方法試看看 您看看說這樣好不好 來 我們先從這邊 假設我要找一段YouTube的影片 好 您找到了之後呢 比如說 嗯 好吧 這個 假設您要這一段 您就把這個網址 複製起來 我們回到這邊 您把它直接貼上就好了 正常情況下 貼上的就沒事了 因為標記有沒有自動抓進來 不只這樣 說明有沒有自動抓進來 還是你覺得手工的比較好 Copy貼上 Copy貼上 這樣比較有運動到 哈哈哈哈 對不對 有沒有很方便 那您在這邊呢 如果有自動抓到 您就可以自行指定它的什麼 起氣的時間 好 我希望 它從哪個時間 到哪個時間 我們就只看這幾個點就好 不過 目前 您從群組 新增的這個影片 這種教材 很抱歉 在這裡不能新增題目 欸 我們剛剛不是有玩過影片題嗎 影片裡面是不是可以下題目 那個必須要在課程裡面 就課程裡面 群組目前這邊是沒有 這個要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不要說欸奇怪 我們上課都有玩過 為什麼回家用不行 老師騙人 這樣不好 所以我把它講清楚說明白 OK 來我們往下走 保存 有沒有一個影片題就進來了 可是因為這是你自己建立的 所以你可以隨時再進來這邊改 好 你看喔 我們這個 我先按新增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這個到底有沒有 一樣 要記得把它打開 這樣同學才看得到 點進來 我們剛剛不是從 0分0秒開始 而是從什麼 指定的那個位置 所以當我按下播放的時候 有沒有直接就從這個位置開始播放 對不對 這樣同學呢 至少他不會不小心就先看到前面嘛 當然他還是可以跳回去前面看 可是至少一進來 是在我們指定的那個位置裡面 這樣有沒有了解呢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欸 老師有沒有一個問題 請問任務不能調整順序嗎 任務能不能調整順序 可以啊 你調給我看 因為不在這裡調 要在哪一條 在右手邊 有沒有任務 你如果要調整順序的任務 你必須要進到比較完整功能 有沒有 又拖曳的方式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有些人 啊糟糕發現 怎麼任務 我萬一增加錯了 不能調整 好 再來這邊 這邊 我們來編輯一下 好 我們剛剛是加了所謂的影片 對不對 再來網頁的部分 如果您今天 欸 比如說您覺得 我有哪一篇文章 您覺得還可以的 好 假設這邊文章 您覺得OK 我就點進來 您只要一樣的 您把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就好了 一樣按右鍵複製 我們回到這邊來 貼上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是不是一樣 網頁的標題自動把我們抓進來 有需要您再修改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那下面的這些就一樣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來 那這是一般的網頁 一般的網頁 如果您的教材是來自於您自己的 雲端硬碟 請問老師您知道雲端硬碟 有哪些檔案可以看得到嗎 就是可以直接預覽 或者我顛倒過來講 老師您平常最常使用的檔案格式 教材的格式是哪一種 一般都跟微軟有關係對不對 是office 所以您要不要再做轉檔 不用啊 所以以前我們有一段時間 大家應該都有經過 今天又那個過程 就要做什麼 教材數位化 也有一段時間大家一直在推說 教材要怎麼數位化 然後呢很多 課程是教你怎麼做網頁嘛 老師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我又不是叫網頁設計 為什麼要做網頁 我只是要做教材而已 對吧 雖然我的工作本來就是做網頁設計 但是老師您的領域不見得在那邊 所以不需要懂那麼多啊 您的office也是數位教材 所以您只要傳到你的雲端硬碟就好 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直接從這邊 我就挑選 我如果是在上面的影片 因為有些老師並不喜歡怎麼樣 把那個你的影片公開在YouTube上 你可以放在雲端硬碟上 一樣可以看得到啊 當然不可否認 這邊的影片他就沒有辦法幫您做那個 所謂的影片的瀏覽紀錄 那個就沒有 可是至少是可以看的 那你看PDF也是偶爾會用到對不對 你就可以從這邊選 比如說我這個按一下 好我們先確定一下 有沒有發現下面就跑出預覽了 所以office檔案都ok 那如果你說我這樣找不好找 沒關係 你就從這裡來找 有沒有直接有文件的 我們來看看word的 好假設這個 我就把它點一下 DOC的 我們往下走 請問有沒有看到預覽 也有 簡報也看得到啊 所以這樣教材不就數位化了嗎 幹嘛還要把它變成網頁呢 這樣不是自找麻煩 而且你變成office檔案變成網頁之後 有些還會跑掉 德式還會跑掉 那我們在雲端音碟上 事實上就可以看到什麼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 因為比較複雜的確實還是有問題 可是至少百分之95以上是沒問題 就是你一般性的那些教材都ok 都ok 所以有沒有發現這樣簡單很多 那您就可以像這樣我們就把它加進來囉 所以你看網頁上的內容 或者是您自己的雲端音碟的 您從網頁這個地方 直接去選 至於檔案的部分呢 這是上傳教材的 您必須要事情指定一個資料夾 待會同學上傳的時候就直接傳上去而已 就直接傳上去 那我們這邊這個就先暫時不增加 暫時不增加 我們給各位直接從這裡看比較快 從這邊看 看我們剛剛那個上傳檔案的 在這裡 我不知道剛剛有沒有老師上傳上去 如果有的話 在這裡測驗類型 有沒有這個地方 點一下 它就會出現上傳的那個 檔案 那您可以傳一個檔案 可以傳兩個檔案 可以傳三個檔案 都沒問題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們就直接傳上來 從電腦裡面直接選 好 我在桌面上 隨便找一個 好果然太隨便了 所以沒有東西 好 我找一張圖片就好了 來 傳上去 你可以傳兩個或傳三個 我就把它傳上去 OK 那麼 它還可以自己看 還可以自己瀏覽 那我們回到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呢 要看同學的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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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推薦之後同學可以補教 同學就可以補教 他就可以重新代表 如果你已經過關了 那他就是保留在上面而已 所以這個是在OneNote裡面比較特殊的一個 叫做檔案上傳的一個作業的部分 所以您可以從這個地方來看 我就不直接指定在我們任務裡面 那目前這個功能只有在哪裡 只有在群組裡面才有 課程是沒有的 因為這個針對我們等於說班級 才比較會有繳交作業的需求 他就不會在課程裡面 這樣老師您對於怎麼樣利用OneNote的這個建立單元 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這個是自己的 等於說自己的 您可以從就是自己的雲端令碟 也可以從別人的這樣直接加進來 這樣OK 來我把畫面還給你 我們再給老師稍微練習一兩分鐘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介紹 如果您用擴充工具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介紹 這樣對我們 etwas快速至少 為您用擴充工具